MING PAO TORON 跟大家說過,我們會繼續做玩具堂 我自己的Live 我是ToysTV,我和Brian 其實很多人未必認識我 正常,我是一個普通人 做玩具 其實我儲了 收集 不要收藏 收集 FIGURE 去做玩具 其實做FIGURE Hello,MING SU 差不多已經有1995年開始 即是二十多年 其實是二十多年 今晚的題目就是 玩具堂 Hello,黎家明 第三個 三個 一系列裡面 第三類的節目 就講冷知識 其實就醞釀了很久 其實自己 收集買玩具 即是收藏 收集買玩具 差不多 一會兒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會證明 另外就是 從賣玩具 到現在 差不多 十幾二十年 所以看著整個 香港玩具業 只是這二三十年的狀況 以及發展下去 看到很多事物 加上我自己做這行 會更多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一些 市場消息之外 上次有一些深水評測之外 第三樣就是一些冷知識 冷知識不去定義 即是一些知識 即是這行的 其實是一些客觀的知識 但大家未必知道 所以就 盡量做一些 適合大家看的 最近為什麼會做這一集 題目是什麼呢 就叫做Hot Toi 試售魔產品 我們做Media 你沒理由選一些 沒什麼人看的東西做 所以Hot Toi 最重要是很Hot Topic 的產品 跟它的名字一樣 其實Hot Toi 也不是最近Hot Hot了很多年 我想也有十年以上 我說的是大紅 所以其實 開始了就不止十年 當然 詳細Hot Toi 你先看看陳先生的報道 訪問 或者其他相關的資料 我這裡就不是陳先生的 這裡說Hot Toi是什麼產品 因為見到很多新的師兄入坑 那些叫做私底 大家尊重叫做師兄 很多師兄才入坑 有時候走去Hot Toi訂東西 行家見到也不少 什麼排隊都 什麼什麼什麼 哦 是啊 很Hot 今天呢 我要集中精神 去講我準備了的題材 所以 會回應你們 但是回應得很差 盡量回應一下 所以 很多師兄入坑 入坑 以紅足十年 是啊 就是 就是 嗯 就是 什麼年紀都有 最小到 有些好笑的 一些網上流傳 這些 Cat Toi 就說 我未夠年齡 不知道十五還是十六歲 原來不可以買 原來聽說 聽說 小過那個年齡 不奇怪的 我自己在店裡也看到 那些在考DFC的 學生 今屆也有買 所以 所以 Hot Toi其實 不是 我們 以前的定義一種的玩具 或者是收藏品 喂 你好 晚上好 是新的東西 所以今晚我嘗試給大家 給大家一些 definition出來 為什麼呢 其實是有用的 尤其是 新入坑 初初開啟收集 或者對Hot Toi的產品有興趣的朋友 更加 希望有幫助 那 當然 玩開玩熟的師兄 歡迎你留下 但是 可能有些東西 你比我更聰明 比我更聰明 比我更聰明 對 都是說那些 Lien Cu 要吃什麼冷血 不要清 用人排隊 待會會嘗試解釋一下 不是直接解釋的 反彈解釋 曲線解釋 可能會知道 對新的朋友 會更加明白 希望 這個節目 想幫人 不是廢話 我一定要準備一下 要醞釀一下 情緒 各人各樣 小孩子 不給牌 小孩子不給牌 都說出了那個CAP圖 好笑 不夠歲數 不給賣 都對的 對 不過不夠歲數 我忘記了 15還是16 還是14歲 我的店鋪在哪裏 王國 我上次回答你 你又不回答 那個Message 我上次很乖 我回答了 那些Message 有時候收工 就剪了一條線 即是說 在Live之後回答了 但之後 我看不到 其實 在王國人城 不怕說 因為今晚不是說 凌秀 是王國人城 這間店 叫Seven 很熟悉的朋友 我都知道 我一向都沒有去掩飾 或者分開 不過有時候要分開 分開 因為他們做事 擔心互相牽連 都不要打抗命 哇 你們有發表了 你上次不是看Live 上次不是你問 不好意思 Ryan 可能第一個師兄問 在王國人城 叫Seven 很容易拍 人家叫七仔 不是七十一 不是便利 曲線在背景加點名 哈哈 反了那些字 為甚麼 為甚麼加點名 今晚說Hot Toi 甚麼叫Hot Toi產品 十五歲是有機會自要 是的 其實三歲都有機會自要 我看過媽媽 帶著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來買Hot Toi給她 那負擔得起 就買了 順手呼籲 不知道 這個問題 玩笑 回不來 回答你 是否沒有X-Man 是否沒有X-Man 不是 出過 是嗎 Woolverine出過 是嗎 Woolverine出過 那個系列 X-Man 但有沒有出過 沒有 是沒有的 對 那這個日後 可能會開一兩集 說這些 為甚麼沒有X-Man 為甚麼 DC 出得少一點 很多話說 對 對 不要玩笑了 方大俠 好 少了 喔 為甚麼 少了 看看 對象在這裏 對象在這裏 為甚麼不開呢 有空才開一集 解釋一下 有的 有時 德哥也會買了 那些主持人 朋友也會買了 沒有 還有甚麼店 沒有的 其實香港是 嚴格來說 沒有批發的 所有零售店 其實都是店主 很辛苦去排隊買回來 所以 其實 一些錢 別人 要賺 講回正題 開始正題 HOTA是甚麼產品 新玩的師兄 留意一下 或者可以分享給你 新入坑的朋友 其實 很多師兄或朋友 對於這個產品 是有些 期望錯了 所以引起一些不開心 或者是 很辛苦 或者覺得 排隊 炒 你知道這排隊一定是說排隊 炒 新入坑的 跌 為甚麼不 賣多些 為甚麼不幾間店 訂 等等 很多話說 對嗎 新入坑水 其實 先說少說歷史 我最近見到很多新入坑 為甚麼呢 我見到很多網紅 網紅 或者QL 香港 他們都去買一件HOTA 回來開 很難看 為甚麼我們這節目 沒有很難看 我不是妒忌 不過 我們自己應該比較熟 但是 那些網紅 他們會當作一個HOT TOPIC 來講 例如最近 中美貿易戰 那些人都會講 那些是做HOT TOPIC 網紅 一些正常操作行為 我們不是我們叫自己專門 或者我自己 我做專科 那些我不會講時事 但是我會講 玩具的時事 亦都會講 一些 玩具的東西 所以呢 既然這麼多人新入坑 連KOL也新入坑 都要拍一條片 都很多人看 但其實他沒有講過甚麼 那為甚麼我們不講 深入一點 那 好 多謝大家鼓勵 我才會這樣說 其實HOT TOPIC是什麼 最早 哎呀 最早 要講一些悶一點 有穿褲的 泳褲 最早其實是這些 這個其實是Action Man 這個是Action Man 希望認到 1993年 1993年 是不是很久 我告訴你 不是很久 1993年的Action Man 和G.I. Joe reboot 正式的G.I. Joe 正式的G.I. Joe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1960幾年 甚至更早 還有 其實六七十年代 美國很流行 G.I. Joe 和Action Man 這其中一個是 90年代的reboot 那些 但是90年reboot 那時候 他仍然是用回 舊的Style 的形式 那個帽子是不是舊 我不知道 家有幾年生了獸 所以就不知道 軍事世家出身 我不知道 你說誰 說我 不是 我玩軍事 或者他們做軍事 沒錯 G.I. Joe 是做軍事的 是美國大兵 英雄 有故事 很多熟悉朋友 在看 好了 那 那 真的有人買 那個年代當然有人買 但不是這樣的 我脫掉他的衣服 人家有衣服 這個真是珍藏 1993年 很多可能大過 現在買HotToy的師兄的年紀 因為 22歲以下 大陸人在 1993年的 好 為什麼呢 HotToy 這類產品 其實是這種 比例的產品 叫1比6 12吋的產品 的基礎 發生什麼事呢 一路都是美國人做 美國人做 G.I. Joe Action Man 就拍各扮 好了 到了 93年 90幾年 去Reboot 隨著聲戰的Reboot 就要展示一下 一些東西了 另外 他們美國除了出軍事 都不是正軍事 剛剛 Pucker 不是正軍事 是有 運動的 這個叫Starting Line Up 我不肯定美國還有沒有這個Series 早前還有 不過轉了給不同公司做 給麥花領 去做 之前是Hasbro做 其實 一直以來 G.I. Joe 都是Hasbro OK 好了 這些就是12吋 早期的轉產品 是什麼呢 是玩具 我保持得很好 對 這是個人珍藏 因為當時這兩個 是美式足球的天王巨星 如果你年紀夠大 NFL 這兩個 尤其是 兩個都是Marble 很厲害的 Troy Edmond 和Emil Smith 很出名 很出名 那時候 托朋友在 美國 美國那邊運過來 有一段時間 我在美國 就運一些G.I. Joe 來香港買 香港有幾間老店 都是我的股客 可能你都幫親過我 那邊不說哪些 那些就不是 商業上的事情 不說那麼多 很多主流的美國的產品 其實都是 我那邊走水貨 那些叫走水貨 不是犯法家 就是在美國 買完之後 托朋友買回來 找回香港買 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真的 好 OK 這些 我這些問題慢慢回答 希望等下回答到你 好 有這些了 然後呢 97年呢 先說97 嘩 做了這個 這個是 紀念版反了這字 Star Wars 1997 香港紀念版 你有沒有想過 SINGLE大戰 有香港紀念版的 好了 然後呢 到他Reboot了90年內之後 已經開始香港經濟起飛了 80年代 接著呢 有一些幫他 孩之寶 幫GI租 或者其他大廠 做一些的 的產品 OEM的廠 慢慢開始走出來 其中一間呢 他不是幫人做的 就是我們的老大哥威龍 威龍模型 他出模型的 那時候他的模型界 都開始崛起 和一些日本公司 甚至外國公司 有得揮 那時候呢 九幾年左右 就不知道 跑了哪個 神人出來 那個師兄 神人 應該在威龍裏面 做設計師 就把他們1比35 那個比例的東西 演變成 將GI Joe 融合下來 因為GI Joe 出了名 就是 用亦都是歌頭的 幾款 只多是 直頭髮 不直頭髮 黑人不黑人 就把兩個概念 融合了 1比35 二戰模型 加1比6 優勢 就成為了 每個兵人的頭雕 都不同 一路發展下去 有報件 很精細的配件 這個是第一次 即是九十年代 GI Joe reboot之後 真正的革命 我覺得 真正的1比6 革命 就是第一代威龍 然後還有BVI 然後 這兩間 開始 慢慢踏下舞台 然後 已經是 沒錯 然後 Hot Toy 開始走出來 同期 風哥 即是Vizio 前身 都有幾間公司 第一間 真正做Action Figure 1比6 又是飛虎隊 其實 又不是Hot Toy 又不是 威龍 又不是風哥 Hot Toy 又不是Hot Toy 是一間 當時在聯合廣場 賣一些 警察用品的 公司店 接著 他就用一些福件 因為SAS 和SDU 其實是共通件 都是英屬 或者英國的部隊 就覆了一個珠罪 我忘了名字 是S幾 覆了珠罪 然後再加上一些配件 整...整整整整... 所以中了一支 用Gi Joe 還需要 mu body 都是三個 配上的 全新計画 整個飛虎隊 接下來 便已經穿了這個 沥 vive 再次 大雨之後 很多人 有educ 有mirical lau �雷 這些階段 他們做什麼 其實他們是原刪的 又不講太遠 今天晚上講Hot Toy 們有些原刪的設計師 就可以出 Rob 到後現在Hot Toy 早期Hot Toi是出產品,但最早期沒有記載 如果沒有記載,就出了Lavit Seal套裝 都是沒有身體的 後期開始出身體就跟 也不是第一、二個可能就出了App14的機師 一客人一個白人 先做一本歷史文物的樣子 暫時沒有了,歷史說到這裡 Hot Toi的前身是1比6一個平台玩具產生 但是去到威龍的隔身之後 真是厲害 威龍當時的生意很大 做得很不錯 我也買不少 我們那時候的師兄買是斷箱賣的 六隻六隻,剛好砌一隊德軍 斷箱斷箱賣的 那時候的價格是便宜很多 大家也會說價錢 那時候的生產價格是很便宜 所以大家都買得起 那時候是三百元一隻威龍 其實不是很久 二十多年前 三百元一隻 買很多 去到威龍 其實還會推出 但開始小進玩 比較多 差不多成熟 完滿了 差不多停下來 Hot Toi的時候也有推出 其實Hot Toi是屬於獨立的小型公司 事實上是 有一間叫BBI 其實是大公司 加入了很多現代 很便宜、很漂亮的玩具 出了很多現代版本的入備奴 沒有做 沒有做之後 到第二間 即是那間BBI 沒有做 Ry龍還出 但當時市場真空了 那時候 其實香港社會發生的事情 2000年左右 曾經刺過SARS 有很多事情 1998年、1997年 有金融風暴 其實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走了下迫 當時 有一間公司 默默耕運 都沒有停止 那間就是Hot Toi 當時很多牌子 都來了場 或者半休息的狀態 而Hot Toi仍然保持 不僅開店 由銅鑼灣第一間 到潮流特區地路 然後搬到CTMA 其實一直沒有停止 如果我沒有記錯 肯定沒有停止 一直都繼續出軍事figure 出了很多很漂亮的軍事figure 由F4 F14PILOT 到現在後來 有Levy Seal 高跳低開 Halo 很多SDU 英軍 出了很多爬山 超多 當時整個市場沒有人出 那他的工藝 當時利用到內地的便宜 及高端的工藝 吸引到很多外國的收藏家 去買 所以那時候 已經開始打造到一個 叫做 軍事品牌 精細的高端的figure 軍事品牌 已經超越了這種 所以當時 這類型 其實我叫做 MASS Product 即是普通的大量產品 STAR 就是STAR 去到威龍 開始 將這個 Defination 重新定義 開始變成收藏品 或者叫做模型 去到開胎的階段 其實就變成高端的 手工 手工作品 就不是產品 為何會這樣說呢 一會不會知道 為何會這樣說 當他出到這麼高端 其實很多西人 外國人 其實他們覺得 手指頭 都粗大一點 當然他們有些很精細的手法 但很少很少做到這樣 所以他們覺得 哇 很厲害 為何會這樣做呢 當時威龍 BBI 然後到Hot Toy 甚至Fizzero 其他品牌都提供了很高的技術 於是 就站在一腳 慢慢 他們就拿了第一個 就是超人 沒有記錯 當時超人的 還好像是香港的 沒有記錯 只有五百隻 但由於是香港的 但是 Hot Toy 出了名 在外國 即是出了軍事模型 但是那時候 要開始做Predator 或者Hot Toy 就是超人的 授權 於是 突然出了 就有很多 這些產品之後 其實他們已經打了底 很多人已經玩了Hot Toy 的軍事模型 一段時間 當然 那段時間 開了其他新品牌 加入去競爭軍事市場 而Hot Toy 就不是想拍 我覺得他們不是避開 剛剛那麼巧 他們需要去到 可以拿拉薪 而且那個階段是靜的 市場很靜的 無論是香港還是全世界都靜的 因為有SARS 還有金融風暴 很多事情 那段時間 2000年交架 一段時間 一般 他們 沒有放棄 所以繼續 出現一些漂亮的東西 品牌 做得穩定 接著是拉薪 而當時拉薪 就 因為不需要 一次過拿到全世界 而且可能 額於 budget 信心各樣各樣的問題 可能沒有拿到全世界 於是 反而 令到這件事更加爆 因為 只是香港可以賣 只有幾百隻 賣光了 那些人怎樣呢 唯有通過ebay 或者通過一些其他渠道 托朋友 間接地 在香港買回來 所以那個風更加吹 很棒 買不到 買不到才厲害 等於你排隊 買不到 那就厲害了 因為怕買不到便排隊 所以 都是一個原因來的 所以其實呢 從歷史角度看 Hot Toi 其實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產品 你問我呢 即我的個人意見 其實這個是一個 是收藏品來的 Hello 我媽媽 不單止是收藏品 而且它是手工藝品 因為 我經常都有提到 就是 很多時候很多師兄 因為我價值 市場價值 比如幾千元 去比喻一些 市場上 一些消費者產品 例如是電話 電飯煲 那些全部是一些 通過很多測試 很長時間的開發 還有很大龐大的市場 幾十萬隻 幾百萬隻 甚至電話 是過千萬部 這樣做出來的 那些不是作品 不是收藏品 是產品 產品 我認為呢 是一些很穩定 經過通過很多測試和試驗 長期的安排 沒有一個工序 大量機械化 以及很精準 就算人手 也是很精準的標準 去QCQA檢測 而我們在玩的計劃 完全不是這個 完全不是 不要用我的價錢 去拿一部電話來給 電話來給 電話帶給我們的功能 和功能 遠超於那個 即 那個錢的 其實 但是當然你明白 買電話 不是買電話 買APP 很多錢要花的 所以Hot Toy 不是這個 所以有時候 有些師兄 會很痛苦 唉呦 又崩角 那些不要說 那些比較極度 就是一些 你這樣認識 我這樣認識 其實真的會 Hot Toy 現在已經把這個標準 差不多去到一個頂端之餘 它就夾得很 那些差異 比較小 但始終是有差異 我告訴你 仍然是有大量的手工部分 仍然是有大量的手工部分 你3D 片也好 你3D 軟件也好 只是說車衣 一定是人手 對不對 上色一定是人手 你有沒有 都是用人手噴散窗 很多很多東西 尤其是可以看頭的散窗 其實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也不方便說 就是通過很多經驗去處理出來 所以不是說 一定是一百隻都是那隻 所以希望大家 先放低一點點 那你就會開心一點 就是有時候 那些產品 是有質量上的差異 不要說不同的牌子 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系列 或者 同一個牌子 不同的作品 其實都會有差異 例如美國隊長 這次可能比上次更漂亮 那隻美國隊長 或者 最早那隻 Buriedot是最漂亮 都不定 完全不出奇 只要他們的年期 不是差太遠 即是技術工藝仍然維持在同一層 情況下 沒有什麼科技 新技術發現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 好視乎人手的判斷 還有那些老闆 那些負責的大哥 設計師 或者 Projector 他們怎樣決定這件事 怎樣開關節 這些全部都影響到質量 哇 我已經講長了一點 好啦 所以呢 Pontai是我認為 collectible 大家不要走開 這集還有Part2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